刚才我们就是 那个meeting断了 所以需要你们再进去多一次 所以刚才我们停留到的 那个部分呢 就是 刚才就是有强调过了 就是说你们的那个电路图呢 其实 电路图其实是不需要 100%跟着 实体版本的位置 所以再重复多一次 就是说你们的电路图 其实不需要100% 跟着实体版本的 那个位置 其实电路图 你可以自由转来转去的 电路图呢 你可以自由转来转去 除非你是一个 完美主义者 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病 所以这个 除非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就是说你要 死死跟着它的位置 OK 也没有问题 只是呢 在这里呢 我要强调多一次 就是说 你们的那个电路图的 那些期间 其实你不需要100% 跟着实体版本的位置 OK 就像跟那个课本的 那个这个 习题一样 这个课本的习题的话呢 其实它没有跟着的 你看到它的那个电池盒 在下面 它都没有画电池在下面 开关呢 它在左手边 它都没有画在左手边 当然电铃还有跟着 所以其实都是一样 OK吗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电池盒啊 OK 电池盒的话呢 其实通常 如果你要画 那个电池组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OK 你要画电池组的话呢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那个电池盒里面 它根本都没有告诉我们 多少粒Battery的缘故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画电池组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啦 OK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课本 简答题的 后面的那个答案 OK 全部呢 都是运用我们课本里面的 那个符号啦 全部都是运用课本里面的 符号 OK吗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再强调多一次哦 强调多一次哦 就是说你们的那个 那个电路图啊 其实不需要跟着 实体版本的那个位置啦 OK 你画对就OK了 OK 画对 画整齐 然后那个 它的那个器件 没有什么出错 还是什么的话 就OK了 OK吗 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OK吗 所以如果 OK的话呢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就是 proceed 再接下去就是 另外一个一些的 那个复习啦 因为这一些电路图啊 其实你不是 看一下 读读一下 就OK了 你 确实还是需要 用一些白纸 自己慢慢的 不停的复习 OK吗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再给你们多两个 就是 那个 右手边的话呢 其实是 10.3的那个部分 10.3的部分 所以右手边的话呢 其实是你们可以抄啦 只不过 左手边的话呢 左手边的话我需要你们自己来做 对吗 左手边的话我需要你们自己来做 所以左手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哦 现在你们画的是左手边的 右手边的话你先不用管先 因为我们的电路图呢 其实是有分两种 OK 那个是10.3的部分了 10.3的部分了 电路图呢 其实是有分两种 所以今天呢 我们学到的部分呢 就是左手边的而已啦 右手边的话是明天的时候了 OK 所以左手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真跟负了 OK Battery它有一点萌啦 OK 左手边的话呢 Battery的那个左手边是负 右手边是真啊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它给你一个开关 OK 然后两粒灯泡 这个旁边的 那个用电器你不需要懂 OK 你先不用懂先 好 这个也是下半年的部分啊 OK 这个呢 是过后的部分啊 OK 所以呢 你在这里的话呢 你先画 用这个图 来画一个简单的 电路图先 OK吗 用一个这个部分哦 画一个简单的 电路图先 好 所以呢 你看到有没有 两粒Battery啊 然后一个开关 跟两个灯泡 所以呢 如果考试 它有出现类似这样的题目的话 请记得 请记得 就是说 它有用什么符号 比如讲L1 L2的话呢 你也要照旧写上去 OK吗 你也要照旧写上去 OK吗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给你们 那个答案 OK啊 我就给你们 那个 它本来的 那个答案啊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讲 要怎样画呢 我们讲 要怎样画呢 就是 就是类似这样 OK吗 所以呢 这个电路图呢 其实我们是叫做 串联电路 OK吗 串联电路 OK 其实电路图 我们有两种 一个是串联 另外一个是 并联 只不过 这个串联的话呢 是今天我们要学到的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就是跟着它了 所以它有L2 所以我就写L2 它L1 我也写L1 然后又有一个开关 然后又有一个 Battery啦 OK Battery的话 就是两粒咯 所以如果我要写的话呢 我也可以这样写啦 一个负 一个真 OK 随便你的 这个负跟真呢 其实是随便你啦 你要写跟没有写 都是一样的 OK 有写的话呢 就只是纯粹 就是告诉考官 哪一个是负 哪一个是真 就是这样而已啦 OK吗 所以这一个就是 它的电路 其实有一个名称 它叫做串联的 OK 串联 可以吗 当然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 那个slide里面啊 那个slide里面的话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叫做并联啊 OK 另外一个呢 其实它有名称的 是叫做并联 只不过呢 我们今天是没有学到 那么深啦 OK 所以这里 OK吗 英文的话呢 其实叫做direct OK 串联叫做direct啦 电路叫circuit circuit我就不写了啦 OK 串联的话呢 我们是叫direct啦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另外一个了哦 这个另外一个呢 是接下来的哦 所以另外一个的话呢 其实你们 就是你们可以先超限啊 OK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们其实是可以超限 所以其实串联跟并联的话 就是先跟你们讲 串联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路是很直接的 OK 它是很直接的 就是说你刚才看到 前面的这个左手边啊 你看到它的电路呢 就是一条路而已 OK 它没有分叉路 它没有所谓的分叉路 它就是很direct 所以英文呢 我们是叫做direct OK 串联呢 它是很直接的 就是一条路而已 OK 你没有看到它有分叉的 它就是根本没有分叉 所以英文我们叫做direct咯 只不过呢 其实你们10.3那边 过后就是会学到 另外一种电路 就是叫做并联 OK吗 并联 并联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分叉路 OK 它的电流呢 可以这样走在L1那边 或者是走在L2那边 OK吗 你看到L1的灯泡 跟L2的灯泡呢 它就是会有两条路的 OK 它的电流呢 可以从 L1那边走过 或者是L2那边走过 所以这个是叫做并联 OK 并联的话呢 它会有 它会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个 那个电路组成的 OK 就是会有很多个 那个电路组成的 所以呢 我们叫做并联啦 OK 所以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有画那个dot 看到吗 我就是说 我有在这里哦 这个OneNote里面 我有画这个dot OK 代表的呢 就是我的导线 连接在一起 OK吗 如果我的导线 连接在一起的话 就像跟你们课本的符号 就是刚才之前有学过哦 导线连接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画一个dot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并联的话呢 因为它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画dot哦 这是一个黑点啊 OK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哦 这个图哦 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个两个部分啊 Battery的两个部分啊 其实我就是有连接在一起的 OK Battery跟那个灯泡那边 好 所以刚才就是有一直强调了 位置 其实是不重要 OK 好 所以它跟实体的那个 实体版本的那个电路啊 位置呢 其实是 它没有看 OK吗 只是呢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那个 电器 OK 它的那个器件啊 你要画对 然后呢 那个线 接对 就可以了 你的导线要接对啊 OK 导线要接对啊 这个部分呢 并联的话 是我们明天才会学啦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啦 OK 所以今天你们就是 先抄这个部分 好 就是一直要practice啊 不停地practice哦 OK吗 这里 可以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啊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继续哦 好 所以 呃 last啊 因为8点42分了 好 所以这个 last啊 所以这个部分哦 其实我是会把 它的习题放进去 你们的group里面啊 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呢 你们可以 自己try 做看啊 OK 你们可以自己try做看 然后try自己画出来 等等之类的啊 OK 所以这些电路图呢 其实是类似给你们 自己回家practice哦 当然我会把这些答案 拍下去 在你们的组里面 OK 拍进你们的组里面 对吧 所以我过后 我会给你们这些东西做啦 好 你们自己回家practice啊 因为这些东西呢 是 呃 老师是帮不到你们的 我最多是给你们 作业跟CT来做而已 OK 然后至于要怎样 画这些东西的话呢 这个其实 大部分都是要靠 你们自己来画的 对吧 大部分是需要 你们自己 来 呃 就是 画这些东西啦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 今天我们学到的东西啦 OK 就是这些电路 电路里面的器件哦 它的符号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 呃 断开了啊 刚才有一位学生 举手问我东西哦 是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 啊 你可以开语音来跟我讲话啦 不用用chatting啦 有什么东西吗 刚才有学生举手问我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没有的话 我就是断开了哦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哦 OK 明天见了 明天是11点 安心 他在这垃圾上 神敬 什么 根本 你有没有 我们 刚才